欢迎收看本期的不值游戏,我是乔一 俗话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地上就有多少把AK 是的,AK系列自动步枪从未正式列装起,就比输军大量生产 除外输军自己用,已被大规模援助给怀于各国 同时因为超强的性能以口高的设计,还被很多国家所仿制 局部完全统计,世界上现存超过上一把AK系列步枪及衍生型号 AK系列这么出名,自然也成为了各大射击游戏里必不可少的武器 它伴随着我们从冷战达到月战,从月战达到现在战争 从现在战争达到未来战争 无论是潮湿的雨林,还是阴暗的碎道 你永远可以相信卡拉斯寅科夫 那么卡拉斯寅科夫究竟是谁?AK世奇有什么有趣的细节? 1919年11月10日,一战刚结束不久 一名男鹰出生于苏联阿尔泰省乡下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而谁也没想到,这名叫米哈伊尔基摩菲耶围棋 卡拉斯寅科夫的男鹰所打造的杰作 营养着人类的战争史,甚至未来的世界格局 小时候的卡拉斯寅科夫就爱整一些图像之类的玩具 到了1938年,19岁的卡拉斯寅科夫应证入伍在吉普服役 入伍后,他依旧保持了对机械技术的兴趣 因此在完成所有训练科目以后 他和连长推荐他进入军械技工局势训练班学习 到了1939年夏天,卡拉斯寅科夫被保送到坦克家事学院 毕业后的卡拉斯寅科夫服役于第12装甲师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跟随部队开复前线 1941年10月的战斗中,身为车上的他身负重伤 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在医院疗养期间,他听闻其他受伤的士兵抱怨 称自己手里的武器火力不抵德军 于是在出院后,开始着手研究枪器射击 不过他当时设计的是一把冲锋枪 拿着这支圆形枪,准备与当时的波波莎等枪械进行竞争 很显然,波波莎也不是吃干饭的 作为苏军非常经典的冲锋枪 卡拉斯寅科夫的作品在后续的坝场测试中败下阵来 虽然测试失败了,但他的武器设计却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在此之后,他被分配到了红军炮兵总局的坝场认识 而AK的故事就是开启 在卡拉斯寅科夫任职的期间,已有13年7月15日 人民军备技术委员会决定开发一种新式的子弹 随后苏联实验设计局在经历了几百种构型后 开发出了点三零额子短弹 不过那时候新子弹的规格为7.62x11毫米 同年12月,在完成设计试验后 新子弹被投入式生产 不过在测试中,研究人员布满这款子弹的穿透性已尽准度 随后自1947年开始堆积进行调整 将弹头尾部重新设计,做成了传尾型弹头 这样的设计提高了子弹的稳定性 随后加强了弹尖,让子弹看起来更具流线性 最后他们缩短了药桶的尺寸 就得到我们熟知的7.62x39的子弹 又称点三零额子短弹 只是点三零额子短弹这个名字不常听到 但是会误导不杀人 有一次波波沙用的7.62x25毫米的托卡列夫手向弹 我知道刚好去巴上捡了几个托卡列夫手向弹的弹口 另外我在捡弹壳的时候 刚好又捡到几个7.62x39的弹壳 这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 这两种相同口径 但弹壳尺寸不同的子弹 看起来有多大的差别了吧 当这款新式的子弹诞生后 很快引起了卡拉斯伊科夫的兴趣 于是他决定在自己新设计的原型枪上 就采用了这款子弹 最终在经历不断的调整和改进后 AK-17自动步枪就是诞生 我们来重新证实一下这把经典之作 我知道刚好有一把AK-17的道具模型 我就借着这个道具 AK-41突击步枪 这里沿AK和阿卡都没什么问题 AK代表卡拉斯伊科夫 4-7则代表1947年设计 1949年正式定型 并投入皮料生产 1951年开始装备输军 AK-47使用了17.62x39的步枪弹 采用导气室自动原理 导气室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枪管前端上方有一根导气管 在火药燃烧产生动力后 大部分动力将子弹推出枪堂 而扫本则沿着导气管回船推动活塞 活塞利用附近黄带动枪机框后腿 这样就能自动退躺并跑出空弹壳 然后让弹侠的下一发子弹再送入枪堂 其实每一发子弹理论上 都需要如栓动步枪一样 打一发拉一发的 只是因为人类觉得 这种互相撕杀的效率太低了 为此才想出了 利用各种结构和方式来借力 AK的导气室原理 和很多自动步枪一样 选择借助前一发子弹 燃烧的气体动力 来帮我们拉枪栓 这样周二复死 直到打控最后一发子弹 以此来解放我们的双手 这就是AK17自动激发的原理 同时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装好弹下 在第一次激发前 只能迅速向我们的手 拉下枪栓把第一发子弹送进去 因为此刻枪档是空的 我们没办法接力 只能自己来了 那么此刻 细心的观众发现 那枪管上方的导气管 我看明白了 但枪管下面还有根很细的 也是导气用的嘛 实际上下面的细管 并不是管子 而是一根较通调的玩意儿 它跟枪械激发没有什么关系 但对枪械之后 能不能顺利激发 有很大的关系 在一场激烈的交战过后 枪的内部会产生活跃残渣 如果堆积过多 就会对枪的性能产生影响 为此呢 可以把铜条抽出来 然而再装个毛刷 弄到枪油 可以伸进去清理枪管 你要想永远相信卡拉斯迎科夫 那么也要付出你的努力 接着包括枪管也是守卧的部分 被称之为护墓 护墓如他的名字一样 木头做的 用于对手的保护 保护啥呢 就是因为枪管在连续激发子弹后 会不断地升温 越来越烫 你总不可能抓到通谎的枪管来开火 有了护墓帮你隔绝枪管的高温 那么就能更加稳定地进行射击 但再装护墓也是有限度的 无节制的连续开火 也可能点燃护墓 同时护墓早期是木头做的 随着后续的发展 它可以换成更耐高温 更轻便 更适合抓握 以及根据模块化 来搭载其他战术配件的材料和结构制成 护墓的后面 便是AK所使用的缺口是罩门 罩门的标词上有1到8的数字 分别对应100到800米的目标 同时按压尺上的滑块来进行调整 像那多少米的目标 调到对应的数字 就会进行较为精准的瞄准 不过有吸引的观众注意到了 这个标词上还够类似于N的符号 这个N的符号代表的是恒定的意思 它对应的战斗场景 就是近距离战斗 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 只需要将标词调到这个位置 近战描具能覆盖0到300米的距离 在这个距离内 不需要特意抬高枪口 等预敌了 太阳打就是了 而超过这个距离 就需要抬高标词 去补偿弹来下坠了 另外在游戏使命召唤中 大家使用的AK 都觉得这个罩门视野还算比较良好 实际上真实的AK罩门非常小 不然这么宽的罩门缺口 完全没有办法进行精确瞄准 对于这一点 太阳抬高复仪决力求生这两个游戏 就做得比较好 接着是弹霞部分 AK大部分系列都采用了 前挂后卡的弹霞固定模式 安装时并不像一种AR步枪那样 直接将弹霞插入弹霞颈中 而是需要将弹霞略微抬起一点角度 然后先用弹霞的凸起 卡住弹霞颈的缺口 再把弹霞往后推入弹霞颈中 等到弹霞的卡榫顶住缺口后 就完成了上弹 这样前挂后卡的设计 也使得AK在很多游戏中 更换弹霞可以非常有观赏性 具体操作是使用一个新弹霞 去顶住弹霞卡榫 在重力的作用下 空弹霞会自动离开弹霞颈 然后这时候再用手 给弹霞施加一个向前的力 就会完成这一套动作 不过AK上弹时需要注意一个小问题 就是AK采用了一个非常大的保险片 这个保险片有三个档位 从上到下是关闭 全自动 单发 而当保险片处于关闭状态时 前部的延伸部分 会挡住枪杰的后一部分 这时候拉动枪栓 会被保险片挡住 导致枪杰也无法上膛 所以当你使用这里 大波片保险的AK采用 记得先将保险 拨到连发或单发的位置上 那么AK是如何实现连发与单发的切换呢 实际上AK的扳机组设计得十分巧妙 白眼片内部联动有一块主体 在保险状态时 主体会顶住整个扳机组 使得扳机无法抠动 避免意外激发 在单发状态时 保险主体不会触动扳机组 这样开火设计后 倒下的机锤 会先被扳机组后方的单发主体勾住 这样即使不松开扳机 也不会让机锤再次释放 这就实现了单发的功能 而连发的状态时 保险的主体只会顶住 扳机组前面的单发主体 这样在开火时 机锤既不会被单发主体勾住 也不会被扳机挡住 防尘盖顾名思义 就是防止枪机中 进入了过多杂物的盖板 这盖板并不影响枪械的正常发射 这点在塔利塔科夫的玩家 就深有体会 因为经常见到这种烂的不行的武器 最后是AK的枪托 AK式的枪托为木质 有三个作用 一是砸人 二是帮助射手打人 枪托结构是一个向下的倾角 这个设计可以使得射手 在插座武器时 能更舒适的贴筛 同时下沉的枪托 营养整枪的瞄准机械变得很低 在进行有岩体的依托设计时 或者更低的暴力面积 第三个作用就是提供储存功能 枪托尾部是一个储存空间 平常保养的小配件 几乎藏在里面 配合枪管下方的通调 在插鱼饭后 就能对武器进行基本的保养 以便暂时保证武器不出故障 最后核心的部分 就是AK式7采用的回转避露枪机 这个我之后会给大家专门讲 总的来说 目前大家在大体上 已经较为熟悉这把船是经典的武器了 那么肯定有观众想问 AK-47据传皮实耐用 无论是在风沙水泥的恶劣环境中 都有较低的故障率和较好的表现 其原因也在于 AK-47的核心激发结构非常简单 不像别的一些枪械较为复杂 小零件和结构太多了 这点我们去塔利塔克夫就能看出来 在改枪的时候 枪哪怕都拆了708岁的 只要核心的激发部件是完整的 依旧能够开火 而真实的AK-47也是这样 只不过就是不好操控了 我们刚才讲的最为经典的AK-47为EA型 接着它还有一个改建的EB型 名为AK-S47 这款型号最大的特点 就是把木质的固定枪托 更换成了可折叠的金属枪托 这样能缩短枪的尺寸 方便闪兵等部队携带和使用 但这两款EA和EB型的AK 其实非常稀有 因为最早用的是冲压件 再加上生产工艺的问题 达至零部件的废品率较高 造枪和造很多电子产品一样 最开始的出版都有很多问题 为此它们在1951年开始改进第二版的2A型 同理折叠枪托的AK-S47 也被称为2B型 第二版的AK在制造时 还将枪堂进行的镀铬处理 增强了武器的防腐蚀性 将部分零件改成了洗箱 虽然造架高大 但产量也起来了 而且当时炸AK的很多功能 整天兼施造模型拉杆的 洗销加工更有顺手 并且对一些零部件进行了更好的强化 加了个迟早底座 此外第二版的AK枪机尾部造型 做了小的修改 枪托的连接处还额外增加了一个金属盒 方便去固定枪托 这也是分辨第二版AK最明显的特征 第二版其实也没造多少 原因是因为枪的材质和结构不错的 但因为这样造会让枪更重的 士兵用起来很难受 这样不行啊 还是得改 第三版于1953年定型 这个版本为AK-47经过多次改动 让其结构更好 重量更轻 生产工艺和效率也不错的 同时再把一些小的细节优化 这样士兵背着不嫌重 再也不到它呢 大家都笑嘻嘻的比较满意 为此第三版的AK-473A型 在经过几次修改下 成为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版本 同时苏联也把这种三型的AK 给其他同步的国家 包括国内的五六十冲锋枪 也是仿制的这款 同时也是在我们各种作品中 见到的最多AK-47的版本 如果我们大致一点来看 改了三次的AK终于成型了 成为了如今我们看到AK的模样 但它依旧有一些缺陷 这个缺陷很多设计游戏的玩家 有深刻的体会 AK-47后座力很大 以前玩C时都还要脸住和点色暴头 但是全自动傻兽基本上天了 其原因是AK-47的 7.62x39的步枪弹 本身后座力就比较大 再加上枪托受力的轴线 与枪管后座轴线存在一个夹角 在全自动射击时 会产生一个向上的力 这些问题呢 都使得AK-47在开火时 枪口上天严重 需要靠额外的弹口装置来优化 为了解决这一缺陷 我们在游戏中 见到的更多一款AK便出现了 那便是AK-M 这个M在俄语中代表的是 现代化或升级的意思 实际上AK-M 就是AK-47第三代的升级版 最初他们想把这个升级版 称为4A 4B型 主要区别就是设计人员 升级了制造工艺 使用冲压加锚件的工艺 替代了3A和3B型的洗销机下 升级后的冲压工艺 使得AK 回到我们对其设计 简洁业生产的印象上去 另外冲压工艺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 降低了原本的钢制部件的厚度 使得量产后的AK-M 比AK-47轻了大约一公斤 这样更轻了 但因为这一型 抛弃了传统洗销工艺的AK-47 最后并没有以常规的4A 4B型 进行最后的秘密 使用现代化工艺 并进行小幅度升级的4A型AK-47 最终被称为了AK-M 而采用了折定枪托的4B型AK-47 就被秘密为了AK-MS 同时最重要的一点 AK-M的出现 就是要解决枪口上条严重的问题 标准的AK-M位置相比AK-47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了一个枪口防跳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斜切枪口 这种枪口可以将活摇燃气向上方导出 以至枪口上跳 除了增加斜切枪口 AK-M还在护目上增加了一道凸起的手指槽 必须用枪打得准不准 还要看涉水抓的稳固 另外因为降低了钢制部件的厚度 AK-M的防尘盖相较于原版 增加了几道加强筋来保证强度 不然枪势轻了 打起上来难免磕磕碰碰 这防尘盖要是变形凹陷影响了枪机的附近 那就要命了 AK-M定型后 于1959年头部生产 AK-47虽然很不错的 但AK-M改得更好 以至于后来全球生产的AK系列武器 大部分基于AK-M设计的变体 所以说大家以后要是看到护目有凸起的手指槽 防尘盖有一大道加强筋 以及最明显的斜切枪口 就能看出是一把AK-M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AK系列很多部件是通用的 把部局后续有人拿其他型号互相搭配使用 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在电影和游戏中 万一他改了结构就可能会认错 例如电影8月8日中的毛泽小分队 手里的AK-M全部没有斜切枪口 因为可以领下来换相应器等配件 因此这种识别方法 指向于这种枪是标准出厂的造型 还是要看更多的细节才能判断 AK-47与AK-M投产以来 除了装备当时的苏联武装部队 还被大多数华越成员国所使用 另外AK-47廉价、简单以及异域制造的特性 在当时被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所仿制 但后来甚至演变成了 某些比较成功的仿制型号 会被再一次仿制的结果 也使得这一型武器变成了双兔棒地走 暗能变弯是AK的现象 甚至在如今 王上还也没出梗图 让大家在一堆枪里挣出谁是谁 那么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 想了解游戏和电影中各种AK如何分别 我们将来之后给大家讲 如何分辨一堆AK 以及AK后续发展成什么情况呢 感谢观看本期的不值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赞 关注给你小铃铛 我是乔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本期的不值游戏